我妈花重金培养出一个学霸,一个童星 十年后,名校毕业的姐姐进入公司朝九晚五 我却成了最年轻的影后,机身一线 姐姐憎恶我躺在家里睡懒觉能月入千万 而她加班到深夜还要被领导责难 日积月累的极度中 她这种感冒吃了头包的我强挂了白酒 我奋力反抗,也只是把酒瓶砸在她头上两败俱伤 再睁眼,我们双双重生回到12岁 选角老师来选演员那天 这一次,姐姐化了淡妆穿上公主裙 美得惊人 林曼琪,我要你尝尝普通人的心酸 泯然众人看着我登上巅峰 可她不知道,上一世 我做梦都想成为普通人 选角老师两眼放光地看着我和林曼文 左右摇摆不定 杨女士,你这两个女儿都十分优秀 我想两个都带走 林曼文死死地盯着我 她以为我定会使出浑身解数跟着选角老师走 毕竟上一世,我凭借这部剧红遍大江南北 为未来成为一线打下的基础 我也有些奇怪 这次我明明穿得十分邋遢 竟还有竞争的机会 我妈有些犹豫 家里毕竟是世代文人 总要留一个读书的 就 眼见我妈的手指在我和林曼文身上来回一动时 林曼文跑到我妈身边拉着她的手撒娇 妈妈,以后我肯定要赚好多好多钱孝敬你 不像琪琪 每次从学校发好东西都自己吃了 她就算赚钱了也是自己一个人用 我妈听了这话还是没有下举心 她向来更偏心林曼文当演员要离家数月 她当然更不舍得姐姐 妈妈,你难道不想在电视机上看到我吗 我可是您最自豪的大女儿 如果不舍得我 您可以辞了工作去影视城照顾我呀 我也不舍得妈妈 林曼文眼中含泪好不可怜 我妈在她一生生恳求下终于心软 答应了让她去当演员 他们母女抱头痛哭 我呆呆站在一旁看着得意的林曼文 嘴角的笑快要压不住了 二,选角老师刚走 林曼文就忍不住拉我到角落炫耀 林曼奇 这次我也要让你尝尝天天被逼着读书 最后只能跃入五千的感觉 你知道吗 当你和男明星们搭戏拍吻戏时 我在枯燥地刷题 当你和我最爱的陈婷语闹绯闻的时候 爸妈却天天盯着我禁止我早恋 凭什么你可以,我却不行 明明小时候的我长得比你好看 呵呵,这次让你也困在家里 看着我潇洒 她浑身颤抖 十二岁的童生有些尖厉 似乎要把压抑多年的恨都释放出来 我装傻 姐姐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林曼文居然直接点破 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重生的 是我要求带你一起重生的 你以为钱是享受了这么多的你 还能重生吗 是老天给了我一次选择 让我带一样东西重生 一个人重活多没意思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痛苦 看着我代替你登上顶峰 我一脸惊恐 指着林曼文咬牙切齿 心中却乐开了花 谢谢你,我的好姐姐 这一世我终于也能像普通人一样 按部就班的成长了 三 林曼文跟着选角老师去了剧组后 我妈天天哭哭啼啼想念姐姐 可她又不舍得辞职去照顾她 只能把气撒在我身上 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你都做不出来 这钱花在你身上真是浪费了 当初就不应该让文文去这么远的地方 如果是文文留在这里读书 肯定能考上重点 林曼奇,你期末考试全班倒数第一 你是怎么考出来的 他完全不顾我的脸面 一巴掌一巴掌地打在我的脸上 你这脸长得好又有什么用 不能去给我赚钱 打烂了也没有人说什么 我拼命汲取书本上的知识 不论我妈怎么骂我 都会重新捡起被扔到地上被撕烂的书 次数多了,我妈也打累了 见到我骂骂咧咧几句 选择了无视我 日子好过一些 我重新翻出一年级的课本 开始学习 小学六年级的课本 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 可能很简单 可对于小学就出去拍戏的我而言 犹如添书 上一世 每次我想要拿起书本学文化课知识时 我妈就会来警告我 好好被台词 林曼奇,你以后是要当大明星的 不是要当科学家 看什么书 做好人设 当好你的花瓶就行 我们家读书有文文了 你不用装了 有时间把脸保养好 才是最重要的 脑袋空空的花瓶女明星 如今连击兔同龙问题都觉得难 幸好 我们重申到小学 一切还能重来 四 我妈见我看起了小学一年级的书 彻底失望 请了长假去影视城 照顾林曼文的起居 她似乎忘了 我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 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给在外地工作的爸打了电话 才要到一些生活费 幸好当年在影视城 做最底层演员的时候 我学了一些生活技能 整整一个月 偌大的家里没有人打扰 我用12岁的新脑子 像海绵一般汲取知识 从一年级学到六年级 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开学摸底考 我居然从班级倒数第一月 到了全班第四 老师怀疑我作弊 给我妈打了电话 我妈彼时正忙着 给林曼文杀青庆功 作弊 林曼奇虽然笨 但品性我还是知道的 老师 影声是搞错了 我妈在电话里维护了我一句 却听到一旁林曼文的声音 也许是她想要得到 妈妈您的关注 才作弊考不好成绩 妈 是不是您过来陪我太久了 妹妹吃醋了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霸占妈妈的 妈妈 您快回去管管妹妹吧 从小不学好 以后长大做间饭科 该怎么办呀 她说着哽咽起来 我妈下定决心 让老师好好管我 冯老师 林曼奇作弊 就应该给她处分 能打就打 掩饰出高途 我们完全相信你 我在电话这边冷笑 没有任何证据 就断定我作弊 可惜我不再是 那个不学无数的花瓶了 冯老师挂了电话 为难地看着我 他打电话的初衷 是想了解 假期我家里的学习情况 没想到我妈直接 盖棺定论 我拿出前世的演技 瞬间眼睛蓄满了泪水 45度仰望着他说 老师 我可以自证清白 5 我重新做了一套卷子 比之前的分数更高 老师们不可置信 又不得不相信 这一个寒假 我进步神速 可林曼文不知道 他回到学校的第一天 就拿着他前世的知识 在学校考了全满分的成绩 震惊了整个学校 林曼文整整两个月 没有来学校 居然还能考这么好 这恐他就是 传说中的天才吧 听说他是去拍戏了 我们学校不会要出一个 能上清北的明星吧 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只用了一天 他就成了学生中的女神 老师心目中的天才少女 我妈来接我们的时候 看着林曼文更加自豪 文文 从前是妈狭隘了 谁说明星和学霸 不能是一个人呢 以后我们家就有一个 学霸明星了 林曼文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我 妈 你这么说 琪琪压力太大了 开学他作弊 也才考了第四名 你这么说他以后更羞愧了 我妈听了他的话 脸色瞬间黑了 看向我的眼神变得不善 小小年纪作弊 他在学校门口 当着一群放学同学的面 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 今天不把你打服 你以后还要作弊 林曼文假装惊讶 眼泪瞬间从眼眶滑落 他假装拉住我妈的手说 别打了妈 他要是因为这嫉妒我 以后在学校欺负我怎么办 我妈听了这话更来气 一个是给他赚钱 又让他长脸的大女儿 一个是让他生气 没面子的小女儿 他自然相信林曼文的话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 林曼文得意地冲着我笑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可这跟我前世那些伏地做小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做了十几年的演员 我也有林曼文比不了的优势 今天我就给他好好上一课 让他知道什么是演技 我妈又要甩下一巴掌 我侧头顺着他的手摔倒在地上 泪眼汪汪地拿手捂着脸 我妈没想到他这一巴掌打得这么重 呆愣在原地 琪琪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 拍了这么多年被打耳光的戏 我自然知道怎么样用最轻的伤 做到最重的视觉效果 我妈这一巴掌不过在我脸上轻轻擦过 却让路过的同学老师纷纷驻足 妈 我真的没有作弊 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 我拿出多年的演技 声泪俱下 我一个人在家等了您这么久 回来只想给您一个惊喜 没想到 您 我气不成声 终于吸引了路过的校长 原本区区一见家世 在我生情并茂的演义下 成了学校关注的重点 有人把我妈打我的视频发到网上 家长与孩子间的信任问题 请不要凭空见作弊等话题 迅速登上社会版面的热搜 我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终于公开向我道歉 我欣然接受 同时还有我妈对我学习上的投入 原本请家教 在外面上培训班这些事 上一世的林曼文 轻而易举的就能得到 并且憎恨不已 而我却在用这种方法才能获得 永远上不完的培训班 林曼文笑着拿起我仍有错的诗卷 来回翻了半天 你这智商 从此再也没有娱乐时间了 嘖嘖嘖 我这前世的枯燥生活 你也该好好感受一下了 枯燥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 林曼文可能忘了 我们的智商差不多 她如今第一名的成绩 不是因为她是智商高的天才 恰恰是她前世多年 被压迫着学习所积累的 我现在比她差 差的不是智商 是时间的沉淀 六 初中的知识 已经不是我能自学就能搞懂的了 她厌恶想让我痛苦的补习班 正是我想要的 正当我努力为小生初做准备时 林曼文的剧爆了 她一时成了学校家里的风云人物 剧本也源源不断地递到她手上 我妈直接辞了工作 全职当林曼文的经纪人 我爸甚至放下工作 从外地赶回来 为她过生日 文文做童心固然好 可学好知识同样重要 参加完小生初的考试 再去拍戏怎么样 我爸询问她的意见 林曼文笑着给我爸倒立杯酒 爸 放心吧 这次模拟考 我考了全是第一 您不知道 现在你女儿是学霸童心吗 爸妈满意骄傲地 和林曼文庆祝生日 完全忘了 家里还有一个同一天过生日的我 正好 我也不需要 我正在茶楼补缺 小生初考试的全校前十名 才能进入重点初中 我现在的水平 只能勉强第十 林曼文正享受着名气 带给她快乐 如同前世的我一样 在别人的阿谀奉承中 逐渐迷失自己 不同的是 那时的我是真正的十二岁 而她二十多了 她绝对想不到 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无尽的剥削和利用 气 小生初成绩下来的那天 林曼文的名字登上了热搜 全是联考第二名的成绩 让她彻底立住了 学霸童心的人设 林曼奇 怎么样 再来一次 我做得比你更好 当初的你 可没有我这样的高度和热度 极度吗 我要让你在底层 看着我高攀不起 她把一杯冰水倒在头上 笑得灿烂 我去医院走了一圈 明天就能生病 到时候 我就是体弱 却坚持学习美墙踩人设 谢谢你当年 帮我把路都走了一遍 这次 我会比你走得更好 我静静地看着她叫妈 冤枉我把冰水泼到她身上 妈妈 你别怪奇奇了 让她出出气吧 天天这么努力读书 也比不过从来没看过书的我 她心里一定很难受 我生病就病吧 只要妹妹开心 我没事的 说完 她在我妈看不到的地方 得意地向我挑眉 她不仅仅想要霸占我上一世的人生 这一世 她也不想让我好过 是什么让我的亲姐姐 对我如此大的敌意 上一世 我光鲜亮丽的背后 过得并不好 她在家里享受爸妈疼爱 和我赚来的钱 过着富裕生活的时候 难道没有一点感觉吗 听了林曼文的话 我妈整个脸都黑了 她走到我面前 把桶里剩下的冰水 一股脑地倒在了我的头上 林曼奇 家里不养废人 如果不是看你这次考试成绩 能进入重点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跟给你姐姐道歉 文文是我们家最宝贝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 林曼文此时的脸上 泛起了红韵 我妈只顾着骂我 完全忘记了 让她去换衣服的事 我并不反抗 老老实实道歉 倒是让林曼文 有火不能发 区区对不起三个字 又不要钱 她想要多少 我就能说多少 湿答答的衣服 粘在身上难受得很 我可不想让自己也病了 前世我受够了生病 这一世要好好强身健体 我妈发泄似的 骂了我整整一个小时 才发现林曼文的状态不对 她倒在地上 看着我妈紧张地拨打120 林曼文终于笑着晕了过去 爸 第二天 医院被一大堆媒体 挤得水泄不通 林曼文高烧40度 还来不及打道针 就被我妈拉了起来 文文 快起来化妆 你知道吗 连官媒都来采访了 我妈兴奋地拿着全套化妆品 冲进病房 我女儿真的是太出息了 妈 我真的很难受 能不能不去采访 生病带来的生理上的痛苦 终于让林曼文软了下来 我妈满脸不赞同 这是一个扬名的好时机 别这么不懂事 不就是发烧吗 嗷嗷就过去了 正好还能给你再立一个 坚强励志少女人设 林曼文难受的呻吟 却不得不起来打扮 她怨恨地看着我 扯了扯嘴角 这正是她想要的 她却有些后悔 我妈可不管林曼文的想法 给她穿上了漂亮的公主裙 满意地上下打亮道 我们也能爬起来去见媒体 咱们林家的孩子 就没有没出息的 林曼文满脸委屈 却不得不听妈妈的话 我站在病房 想到前世无数个生病的日夜 再次感念当普通人的好 现在的我生病 可以及时看医生 可以好好休息 不用为了维持身材 不敢多吃补充营养 前世 也是这个时候 我带病连赶的机场夜戏 杀青后 以为终于可以休息了 却被经纪人带去 连续好几场参加晚会 又唱又跳 经纪人说 这都是我妈同意病签字的 如果不去要付巨额违约金 最后 我普通发烧变成重度肺炎 一度进入ICU抢救 我从此落下了咳嗽的病根 而我妈却责怪 我的表演不够完美 在电视上呈现的画面 不够漂亮 当年要是换了 你姐姐去当演员 一定比你做得更好 这一事 让他们两个都如愿了 只是 林曼文从来不了解妈妈 这个极度自私的女人 不过是利用我们收获名利 八 林曼文带病接受采访 趁着热度 我妈又连续带她上了好几个综艺 她吃的抗生素 打得掉针 只能暂时压下病情 没有很好的休息 前世我的医病体质 终于落到她的头上 而我正在西安享受假期 前世虽然到处飞 几乎走遍了全球 可形成太满 我根本不能好好欣赏 当地的人文风景 像现在这样 虽然是穷有 可我却能好好看看 那些课本上才有名胜古迹 肆意地吃着烧烤 完全不用担心身材变形 等旅游回来 林曼文已经是当下最红的童星 我妈把家里所有的包 都换成了爱马仕 打算让林曼文 再接几部剧 换一套别墅 妈 这部剧要我拍吻戏 还要半裸 我不想接 我妈拿出合同 放在她面前 文文 你也是小学毕业了 这合同白纸黑字的 我们都已经签了 多少片酬你也看得到 违约金 我们可赔不起 林曼文显然没想到 我妈已经自作主张签了合同 拿过合同的一刹那 脸色发白 妈 我才12岁 再说 这部剧根本不会播 是的 前世这部剧 因为尺度太大 根本没有通过审核 而我不仅在剧里 大尺度的表演 那时还没成年的我 更是在那里被吃干马净 见识到了圈子的肮脏 我妈满不在乎的说 就是因为你12岁 才让你拖的 小孩子又没有身材 不要紧的 再说 我看过了 这句好得很 一定会大火 明天就收拾去影视城 林曼文听了我妈的话 有些歇斯底里 妈 你这是拿我当工具人呢 她开始反抗 可现在的林曼文 到底只有12岁 未成年 很多事都要经过 监护人妈妈的手 她根本反抗不了 从前我也反抗过 最终 我妈把我迷晕 送到很多人的床上 让我彻底没了童年 反正大家都看过了 你也不干净了 琪琪 多赚点钱花 一辈子不亏的 妈妈能害你吗 你看看 你现在月入百万 再看看你姐 辛辛苦苦读书以后 还挣得没你多 你应该知足 我冷笑地走入家门 却不想林曼文叫住了我 妈 可以让琪琪给我去当替身 一个清纯的童星 可比艳星值钱多了 到底是前世上了 98万5211的人 一下子就点清了问题所在 我妈心动了 她用打量商品的眼神审视我 在我和林曼文之间 来回看了半场 突然拉过我的手 笑得温和 琪琪 你是不是很羡慕 姐姐在外面拍戏呀 这学期 咱们请个假先不去读书 妈妈带你 也一起去拍戏怎么样 见我不为所动 我妈的笑容 带了些许音质 这些日子 妈妈忽视了你 想要弥补 可我们家琪琪 不给我机会 呵呵 我冷笑 我太知道她了 我妈这是要把我和林曼文 一个放在台面上 一个进行私下交易 前一世 她也动过这个脑筋 可我那时的我不忍心 单纯的姐姐 也掉到火坑里 独自承受了所有 没想到长大后 被保护得太好的林曼文 居然极度怨恨我 害死了我 现在的她 还傻傻地以为 自己算计到了我 唇王齿寒的道理 她从来不懂 时 妈妈想陪陪你 你都不给她机会 妹妹 你这样用着爸妈 和我赚来的钱 难道不愧疚吗 林曼文看着我 满脸心痛 我调整好情绪 看着我妈 满脸期待 妈 我这么笨真的 可以跟你和姐姐 一起去演戏吗 我妈肯定地说 当然可以 当初悬脚老师来 不就是想带你们两个吗 我激动地走到妈妈面前 那我愿意跟妈妈一起去 我虽然没有姐姐聪明 没有姐姐成绩好 可我从小唱歌 就比姐姐好听 我不像姐姐 什么都不愿意牺牲 如果去了影视城当明星 我什么都听妈妈的 我妈听到我说的话 眼睛放了光 真心地笑了出来 好好好 走吧 现在妈妈就给你去买衣服 把琪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林曼文原本得意地笑容僵住 她似乎意识到 前世就是明星的我 如果这次 再和我妈去影视城的杀伤力有多大 林曼文急了 她扒开我妈的手 挡在我们中间 妈 妹妹这么笨 还是留在家好好学习吧 去了影视城 给我们闯祸了怎么办 我现在好不容易有点名气 要是妹妹弄些负面新闻出来 之前那些经历就白费了 太沉不住气了 我心中暗笑 可脸上的眼泪却开始流下来 妈妈 你又要抛弃我了吗 琪琪也很想跟你们一起 我们都是您的女儿 可你已经很久没在家里住了 我刚刚进门前 听到姐姐不同意您的看法 妈妈 我要是跟着 你一定会听你的 前一世 我妈给我接了不少烂句 演的都是苦情小白话 这一世全都拿来对付我妈和林曼文 手道琴来 我这话 让我妈有些许动容 我的眼泪不要钱似的 把湿了她的衣袖 她开口道 如果你真的想去 话还没说完 林曼文急忙打断 妈 你不是想让我签合同吗 我签 我演 妹妹这么爱学习 您不让她读书 她该有多伤心呀 妈 同类型的同心一个就够了 她加重了语气 拉着我妈不敢在我面前再做停留 我提着行李回房 打开笔记本 把旅途的感受记录下来 重生回来 只有林曼文会一心想着 按我走过的路走 她没想过 都重生了 还搞什么辞境 就不能让大家都把生活过好 就不能问问我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以让她避免悲剧 她满心满眼的 都是对我的嫉妒和怨恨 那些重生的金手指 林曼文真是一点都没用上 我就不一样了 前世虽然不学无数度里空空 可我看过的剧本小说却很多 那些剧情爽点 在未来是烂大街的大众梗 可现在还没有人写 我在笔记本里图图写写 二十几万字的小说 在网上已经小报 只不过我未成年不能签约 我也不想让爸妈帮忙签约 成为被剥削的工具 免费期积攒人气 明星造势这一套 我在前世就已经炉火纯青 十一 我妈一是愧疚 竟给了我额外的生活费 还请了保姆照顾我的起居 初中三年 我一心扎在学业上 从这个重点初中的吊车尾 爬到了全校前十 林曼文每学期的期末来考一次试 成绩从全校第一 慢慢变成了全校二十 她只是在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也能得到如此好的成绩 前世的高压学习 她确实收益良多 可林曼文却觉得 这完全是靠她的智商 她越来越确信 自己是个天才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每次见面 她都不懈地打量 穿着校服 戴着厚厚眼镜 我嘲笑 呵呵 每天学习有什么用 考试还不是不如我 林曼奇 你的这辈子 没了明星的身份 还有什么用 羡慕我吗 我赚的每一分钱 都不会花在你身上 每次她来学校 都会引起一场大轰动 她才是个15岁的少女 我不知道 她付出了什么代价 可林曼文似乎觉得 一切都很值得 可她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知识储备 已经慢慢地不够了 12 林曼文的中考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作为一个学霸同心 她每年拍戏 拍广告 拍综艺的工作量并不小 很多人认为 她平时学校的成绩 是买来的 等着她被打脸 而我妈甚至买了热搜 当年她小生出考试 名列前茅的消息 再度火了起来 这次 在保送加分的情况下 林曼文堪堪 踩线压线 进入试医中 她第一次赶到了 考试的吃力 我妈也是第一次 在家里对林曼文黑脸 我大张旗鼓的 花钱给你买热搜 你居然只考了这个分数 林曼文 不要以为你现在火了 就可以不听我的话了 你的人设 你的合同 甚至你的人生 都是我帮你 一步一步安排好的 林曼文委屈的脸 在见到我的那一刹那 换了表情 她硬着头皮对我妈说 妈 我在片场 从来没时间看书 就连中考这么大的考试 我也是在考前复习了一周 能考成这样 已经很好了 您总不能要求我拍戏 又要求我读书吧 你问问林曼奇考了多少 她可是花着我们的钱 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 光读书了 我拿着两份录取通知书 无辜的站在门外 林曼文死死的盯着我 希望我能分担一些 我妈的怒火 可惜 她太久没有关心我的动态了 林曼奇 你考了什么学校 我妈也是 一心扑在娱乐圈的养心计划上 随口问了我的成绩 我晃了晃手中的通知书导 和姐姐一样 试一中 妈 你花了多少钱 给她请家教补习 我们考了一样的学校 都是你女儿 你忍心只说我一个吗 我妈大不向我走来 将手抬得高高的 又要一巴掌打下来 试一中是全市最好的学校 我作为全市第一名 去那里有什么问题 我撒娇地拉下 我妈扬起的手 妈妈 我和姐姐 还不是遗传了您的智商 才能进全市最好的高中 我妈脸色微变 雨转多云 林曼文脸色骤变 指着我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你是连台词都念不对的花瓶 你是不是作弊了 你一定是作弊了 妈 林曼琪作弊了 你要好好查查 我们家不能出这样品性不端的人 我妈原本要落在我脸上的巴掌 落在了林曼文精致的脸上 她瞪大双眼 妈 你打我 我听你的话 为了红什么都干了 你因为我一次考试 不如林曼琪就打我 这么多年了 她怎么还没有看清 不管我有没有作弊 我们的妈妈 要的是可以带给她荣誉的女儿 林曼文这话 无疑是打了我妈的脸 妈妈当然不可能让她再说 她以为我仍一成不变 其实只有她 一直拘泥于前世 我妈似乎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连忙跑过去 上下端向着林曼文的脸 还好还好 只是有点红 明天还有个访谈 是妈妈不好 不应该打你的 文文 妈妈只是有些急 之前你说你一定能考全市前市的 妈妈买的热搜 全是相关的 这次我们损失惨重 林曼文见妈妈安慰她 哭哭啼啼道 都怪妹妹考得太好 抢了我的第一名 妈 你断了她的补习好不好 我妈没有丝毫犹豫答应 第二天 我妈果断地断了我的补习 死了保姆 她离开时留下了话 文文说的对 她都可以挣钱养全家了 你还花着我们的钱 断了你的学费生活费 也是爸妈对你的锻炼 我们林家不养废人 我对你要求不高 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 林曼文以为 这样可以让我求她 低她一头 她不知道 我靠写作收到的打赏 完全可以支撑我的生活 13 高中的课业压力 比之前大了许多 林曼文在学校上了几天的课 发现知识点都是从前学过的 又赶去了片场 高中的每次考试 她都参加 而且门门第一 学霸同心的人设 曾让她拥有了更多的机会 她乐此不疲 而我在家里的一份份 和月考期末考题目一样的模拟题中 知道 这不过是林曼文维持体面的方式 我没有戳穿她 平时月考成绩 再好有什么用 我们都是要一起去上高考战场的 就算平时次次考的全校第一又怎么样 她还能在高考这个最公平的考试中作弊吗 14 高三那年 我终于到了18岁 生日那天 全世界都在为林曼文庆祝生日 粉丝集资给她买了整座城市的广告投放 只为了让她有个不一样的成人礼 爸爸妈妈带着林曼文 举办了一场大型的生日会 看着视频里他们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淡定的签下了 人生中第一份小说版权授权合同 这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生日会的第二天 林曼琪这一世没用过这么好的包吧 姐姐赏给你 只要你高考时把名字写成我的 以后好处源源不断 我看着包突然笑出声 前世拥有无数名牌包的我并不爱包 这不过是我包装自己的途径 林曼文却无比羡慕 为买一个爱马仕 花光了几年的积蓄 那时的我心疼她送了她许多包 她以为那是施舍从来不要 如今轮到她施舍我了 林曼文 你知道高考作弊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而且我们现在长得并不像 你脑子进水了 林曼文切了一下 坐在我面前 拿出了几张我们的照片 我咨询过整容医生了 我们本来就是双胞胎 半年时间足以让你变得像我 整容的钱我会出 变成我这样 你应该很荣幸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早就到了你摸不着的高度 能替我高考 林曼琪 你重生努力一场也不算浪费了 我见鬼的看着她 这一世在娱乐圈太久 林曼文没有好好念书 没有树立正确三观 迟早要出事 你别做梦了 我不会替你去的 林曼文不以为然 笑着扔出一张黑卡 这里是十万 你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如果替我去考 考上清北 我给你一百万 呵呵 太看得起我了 就凭我这么多年超前的努力 考上清北也有困难 她以为钱是万能的吗 我拿起黑卡 故意气她 林曼文这点钱 我两辈子都看不上 你还敢拿来羞辱我 给我一个 依我还能考虑考虑 林曼文的脸气得发青 她拿不出这么多钱 进入娱乐圈这么多年 她赚的钱大多数我们妈那里 上一世我参加过高考 让你替考 不过是看你这么惨 给你点钱 她强装镇定 我故作惊讶地问 这么多年过去了 姐姐 你还能记得当年的高考题吗 你的记忆力可真好 林曼文的脸清一阵红一阵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人脸上 见过这么多颜色 她还没开口 我淡淡地说道 可是 我记得当年的一考题哦 林曼文睁大眼睛看着我 你的成绩 考电影学院的文化科第一 很简单吧 一考第一 妈妈就不会怪你了 学霸女明星的人设也保住了 林曼文 你想知道题目吗 林曼文猛地站起来问 你想要什么 我点了点桌上的黑卡 不多 一百万 一百万是她能拿出的最大险额 上一世 我妈就是这样 以我还小为借口 把所有的钱把控得牢牢的 十四 我拿着林曼文给的钱 和卖影视版权分道的稿费 买了套房 彻底从家里搬出去 爸妈很少回家 似乎忘了我这个女儿 我把所有小说完结 努力复习 准备高考 林曼文比上一世的我 提前迈入了一线 更加忙得没时间复习文化课 高考越来越近 我却更加觉得充实 三天的高考 很可能改变的就是人的一生 这一次 我对自己有十足的把握 与金钱可以随时被人拿走不同 知识在脑袋里 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东西 这一世 我不再是一个脑袋空空的花瓶 十五 林曼文的高考成绩 被各种媒体粉丝所关注 今年高考哀红遍野 可林曼文从考场出来时 却自信满满 他对着镜头轻轻一笑 俘获了无数人的心 今年的高考特别简单 我对自己有信心 一时风光无限 他的热度达到了顶峰 爸妈包了一艘邮轮为他庆祝 他也终于如愿以偿 和前世的偶像陈婷宇一起狂欢 哼 那个男人 果然 第二天 林曼文和陈婷宇的绯闻漫天飞 一个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中生谈恋爱 林曼文的口碑有史以来第一次下滑 高考初分那天 我妈带着林曼文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他们想要用分数挽回口碑 可惜 林曼文只考了234分 理议考文化科录取线差了一分 本来用来出名的记者招待会 彻底沦为了嘲笑林曼文的行场 据说林曼文高中的每场考试 都是全校第一 为什么高考却考成这样 有同学举报林曼文作弊 这是真的吗 你维持的学霸人设就此翻车 你做何感想 记者的问题没有得到回应 我妈带着林曼文如过街老鼠般 匆匆退场 公关公司给出的文案 是林曼文高考时身体不适 才导致的失误 可吃瓜群众并不买账 搭出了更多的八卦 在热搜足足挂了七天 景浩天才学霸原是造假 景浩作弊到底夺走了谁的机会 景浩未成年赤身出镜算不算违法 景浩现代板上重用 林曼文算是彻底开房了 他每天在家不敢出门 可在家 面对的是爸妈无止境的谩骂和责怪 16 我妈不甘心 花光家里所有钱 给林曼文买到了不剧的女主 不瞧 这不剧是我写的 版权在我手上 公司把一大笔钱打到我卡上时 我再次感叹读书的好 幸好当初林曼文极着想去当演员 我才不会在我妈的逼迫下 再次重蹈覆辙 电视剧开机不到一个月 我妈的公司因偷税漏税被查封 林曼文彻底被封杀 再也翻不了身 这时 我的爸妈终于想起 她还有另一个女儿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声音温柔的可怕 琪琪 这么多天没回家 你也成年了 现在是进娱乐圈的好时机 妈妈这十几年的经验 用在你身上 你一定能比你姐更红 那一天 我正好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是我一直向往的师大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从来没想过考上清北 我妈还在电话那头喋喋不休 我也想着回去做不了断 十七 爸妈和林曼文从别墅搬回了老房子 长期养尊处优的林曼文 受不了这样的环境 人也有些疯疯癫癫 她像个犯人一样 被我妈关在房间里 琪琪 妈妈去学校问了 你考上了师大 可真有本事 我刚进门 我妈就热情地把我搂在怀里 我们家琪琪长得真好 现在娱乐圈那些歪瓜裂枣网红脸 哪比得过你 明天我们就去试系 你可是真正的高材生呢 我推开她说 我要去读大学 以后当老师 不想进什么娱乐圈 我妈惊讶不耐道 当老师哪有当明星 活得潇洒 别犯蠢了 妈不会害你的 呵呵 我冷笑道 在和林曼文一样 沦为你赚钱的工具吗 我妈愣了愣 看我的眼神变了 也许是太久 没有关注我 在她的印象里 我一直都是一个 听话懂事 唯唯诺诺的小姑娘 从来没有同她顶过嘴 这次 我居然直接和她对着干 怎么会 你姐姐是脑子不好 成绩不好才她防的 你就不一样了 已经拿到了 双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她眼里含着金光 以前是妈妈忽视了你 现在让妈妈补偿你 你放心 你去拍戏 妈妈也会天天陪着你 一定不会把精力 分给别人的 我冷冷地看着她 所以 当初你也是这么骗 李曼文的吗 李曼文房间的门 不知何时被打开 她披头散发 脸色灰白地看着我们 我妈背对着她 完全没发现 她正在靠近 还在喋喋不休地劝我 说着要对我好的话 妈 你这么说 有估计过姐姐的感受吗 我妈呸了一口 我花了多少精力培养她 结果她怎么回报我的 李曼文现在这样 都是活该 话音未落 李曼文拿着一把水果刀 插进了我妈的身体里 我妈艰难地回身 想要呼救 可那刀叉得太深 她直接倒地发出碰的一声 李曼文疯了 她居然杀人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李曼文笑得慎人 喃喃道 呵呵 李曼奇杀了你我又能回去 这次我要好好读书 做个科学家 让世人静养 你妈就死在这里吧 她迅速冲过来 想要把刀刺入我的身体 我用力抓住她的手 向后一甩 把她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一世 李曼文的身体太差 我先跑一边拿出手机报警 她拼着命从楼上跳下来 只为能杀了我 可惜 这次运气没有站在她那边 她摔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18 等我爸赶回家时 警察已经处理好所有的事 琪琪 你妈现在这样生死未卜 以后爸爸的养老都要靠你了 爸爸从来没有对不起你 你可不能气爸爸不管 我觉得好笑 隐形人爸爸 这时倒是来找存在感了 爸 我认认真真的看着这个男人 我和李曼文的长相 八分随了他 可他向来软弱 妈妈和姐姐变成这样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以为不作为作响 其成就没有问题了吗 哼 你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 在我爸愤愤不平的眼神中 我转身离开 19 林曼文从六楼摔下来 并没有死 却摔成了高位劫瘫 妈妈被刺中了左肾 切了一个肾勉强保命 两个人相互埋怨 仇恨 缠着我爸 搓磨未来的人生 我爸向来喜欢逃避 再次逃离他们 去外地工作 留我妈和我姐自生自灭 而我 早就把户口迁到了 只有努力让自己强大 才能有更好的人生 全文完